我們現在要來設定我們的Paper Size Paper Size這邊,記住 我們要自訂 User Size 隨便一個都可以 就設定我們剛才用的大小就是 我們這裡可以設大一點,600 600 OK 這裡 基本上讓它這樣子進去 這樣子進去才比較符合我們的 視覺方向 按列印 列印之後這裡的大小就會調整成我們要輸出的大小 這個時候只要按 列印就會傳送到 切割機那一邊,因為我們切割機還沒有設定好 所以我先不按 這邊 我們要先進去 我們要先進去 裏面